謝謝大家 我今天真是非常非常感情 我就覺得被主派的很深 非常感動 謝謝 那一開始我就想請黃畢兄 他唱一首 因為時間不夠 我們就當唱完了 我們繼續分享 然後以後 到了最後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唱一次 那這是《12th of Never》 我們幾個同學的時候 我們直接有個同學 他今天不能來 他是專門調停人糾紛的 我們在網路上有同學 太高興了 吵架了 他就 他不是基督俗 他是《12th of Never》 就叫同學要互相相愛 他當然是 我們這個同學是很精彩的同學 他是怎麼樣 他姓郝 他呢 全台比試當中一半的人 他都認得 然後另外一半的人想說 知道他的為人 都會要認得他的 只是他們不知道而已 那這個同學當然是 就是所有基督俗都拉到對面 所以他就被拉到別的角度 他現在在古今 他現在在古今 我有點希望他可以來 比較跟大家認識 他真的很棒的 那這條歌 我把它改的是英文歌 很短 我把它改了就是說 它本來是一個講 男女之間的愛情的 就是主會 那就是人會 我怎麼愛你 會長長久久 可是我們知道在人間很難 就算你有心也不見得 做得到因為有環境的關係 有時候你想愛的 他也不在了 那只有主的愛 對我們是跨時空的 是永雷不朽 就是無條件的 他是為我們完全奉獻犧牲的 所以我就把這條歌 我就改了幾個詞 就變成 從本來是男女情歌 變成這一位弟兄 跟大家解釋說 主是愛我 是永永遠遠 長長久久的 謝謝 謝謝 這個歌 這個歌 你知道我小時候好愛 因為 Johnny Method 是第一個版本 是1957年的版本 那我那個時候 愛上這個歌 是Donny Austin的版本 1973年的版本 對 就是 永永遠遠的意思 很甜美的意思 來吧 為何 接近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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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詞曲 詞曲 國間 詞曲 詞曲 曲 曲 he me you ask how long he loves you I tell you true until twelve never he still be loving you say hold me close and never let me go say hold hold me close mail my heart my april snow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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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恒有忍耐,又有恨词,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华,不犯妄,不做不合理的事,不守自己的义处,不轻易发怒,不尽善人的恶,不因不义而欢乐,却与真理同欢乐,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叹望,凡事忍耐,爱是永福败过。 我们感谢赞美主,约翰一说四章七节,他讲说亲爱的,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神的凡爱, 我刚刚讲说驱动一切的,那我们的人生自古以来,大家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下来,大家都要求胜,对不对? 而且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生出来说我的立志是要做一个鲁石的,我相信没有什么事啊,大家都要求胜。 那我们今天是要讲在困境中怎么求胜,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的一生,我的困境啊,多到,说到,都已经,已经说不完了。 当我跟姐妹分享的时候,乡妮姐妹,她今天也是不能来,我也有一次跟她讲,乡妮就说,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活下来,你怎么现在还这么快乐? 我说我告诉你,就是感谢赞美主,她给我多少苦难,就给我多少欢乐,而且是更多更多。 那进入教会有,基本上我觉得是,我最近能摸的是有两种方法,就是我那种事,我在外面,就是跌跌撞撞啊, 经了三四十年才进入教会,我是经历的主了,丰富的经历主,可是我当时是不知道。 到后来进了教会,读了经了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我原来过去是这样。 这是一种,这是一种,一种,就是当你的经历跟经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火花。 那另外一种呢,我们前几个礼拜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大会,在那个,在星期大楼, 一大堆四五十个年轻人,他们很年轻,他们没有机会经历,人生不可能很丰富。 才二十出头,他们就没背那个经文了,背的,我好佩服啊,好长啊,我已经开始,他们就背的,还继续在背。 我想,我来看这张经文,多长,四五页,甚至四五页,他们就在那边背。 我心里想,我当初心里想,这样子有用吗?这样子有用吗?这样子有用吗?这样子的经历主吗? 后来我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就突然想通了。他们是先知道了原则。 当他在人生中的时候,他碰到环境的时候,他背下来,他那个经文就直接, 又是另外一种方式,他的经文跟他的人生经验,又在聚集的时候,那又是火花。 我是相反,就是有不同的方法可以进入教会,不同的方法享受主。 那我们讲,今天讲得胜,得胜的定义,世俗的定义,我们世俗有种说法。 大家谎天大家都说,某某人他是人生的胜利主。 当我们在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心里讲,心里都是有一个问号,那种怀疑。 意思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被完全祝福,而且是怀疑的。这是人性。 我们基督徒的得救,是在要得胜之间,必须要先得救。 那我先念一下,念一下罗马书八章,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盼望什么?盼望有好的未来,盼望我现在不要受苦。 很多人经教会是因为痛苦,才会经教会。 就跟我母亲一样,我妈是痛苦断生,才跟我们的主呼喊,她最后进入教会,然后得救。 罗马书八章二诗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为什么?因为你的盼望有的时候会,不是完全合乎你的心意。 然后好的现象指一下子,然后后来就没有了。 所以他这个盼望不是我,我们的盼望是要很丰富,我们要很多的。 我们要享受主的爱,朋友的爱,世间的爱, 我们不要再去担心家里的人的事情。 我们要衣食足,都要温饱,然后最少是大家都很好。 我们是喜欢,我们是要这种盼望。 所以呢,这里又说,我们若盼望的那个是不所见的, 那就必须忍耐等候。 因为要等主,那个是要忍耐等候。 这是为什么我,他选了那首《Talks Never》。 这是很远,主的那个时空是很长很远。 他看了很久以前,然后我看到非常多的未来。 这是不一样的。 那很重要的,得胜。得胜之前要先得救。 为什么?平常人不能得胜吗? 你可以得胜,可是你那个胜可能第一,不是被祝福。 有人会嫉妒你,会把你绊倒。 会有些算计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你可能你的生命不可能那么长。 那我们基督徒的得胜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得胜的定义就是说,你要有恩典、信心,你才能得救。 你得救了以后呢,你需要时间。 因为主的时间,主的一日是我们的,是我们的一千年。 是不一样的。 你需要时间,然后你要经历主。 这是人生的很大的一个功课。 然后你要背十字架。 为什么要背十字架? 你要被破碎。 你破碎,主才能完全进来。 你假如一直抗拒的话,他没有办法进来。 不要说是我们对接受阻担,我们对跟人人之间谈恋爱。 我记得那个在七八年代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书。 叫做roadless travel。 就是人比较少走不入。 他是讲心理学,讲爱情。 他是解释。 他说爱情的第一步是要什么? 第一步是要collapse into the ego barrier。 就是你要把心房间卸下。 你心房,你没有软下来。 你是没有办法接受另外一个人。 何况是你看不见,那是更多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要了解爱的,他有他的一个mechanism。 他的一个机制。 他是存在的。 那这里又说,我们基督要得胜是要时间,要背十字架。 然后为什么? 你才得到永远的生命。 我等等会讲我完全见证里面,我会有个小插曲。 我那时候再回到这个点里面来,就告诉大家。 我们的生命,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走的以后,生命就结束了。 没有。 没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永久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去看罗马书。 巴藏讲主的律法。 主的law。 他说他是为我们脱离死与罪。 然后才得到灵的这个律法。 然后我们说,我们要得到这个神的律法。 有什么好啊? 有脱离死。 这有什么好说啊? 我听不懂好好抽象啊。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过生活。 你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 对有些人来讲啊,不是问题。 像我现在,我很多人非常强。 真的很棒。 他们就是靠自己。 而且照顾很多人。 真的很棒。 都非常追忌。 可是一般人不是这样。 一般人是很软弱的。 或者你碰到一个打击的时候, 很多人就很容易被淡倒。 然后就被逼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 然后非常厚。 然后很痛。 然后就跌入国底。 然后怎么再爬过来。 你需要外面的力量把你推出来。 所以, 他这个所谓得到生命的灵。 当你得到主的生命的灵的时候, 就是像老鹰。 老鹰在盘子上, 他飞的时候, 他是掌握到下面有一个上身的气流。 所以他不需要做任何事。 他那个翅膀一张开, 他就可以飞翔。 那我们人其实何况不是希望如此。 不要什么事都靠我。 我当然我是很有能力。 我有能力。 我也愿意服事。 我也愿意做什么事。 可是有很多事情, 你就是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的时候, 那只有靠主。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现在那个, 我要讲, 我们现在是在恩典时代。 我们现在是在恩典时代。 就是祖在这个地球上, 属天的国, 它有不同的时代。 我们现在是在那个时代。 恩典时代的定义, 就是在祖升天以后, 跟祖要站来的这个之间, 夹来中间的神典。 这个是一个很好, 来认识祖的一个环境。 这比旧约时代, 好多旧约时代的人是非常痛苦, 非常非常辛苦。 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 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邪恶在, 所以祖才要来, 把那些邪恶势力去掉。 他没有办法完全去掉。 他有一个普咒, 因为他要我们经历。 他要我们跟他一起经历。 这样我们才能得胜。 就是说, 我们不但是要背十字架, 我们要在, 我们要跟祖一起背十字架。 将来才会在他的国度, 我们才有份。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 十八章十八节。 十八章十八节, 我今天是 accidentally 读到, 因为我们礼拜三分享的时候, 我们都在讲十八章十九节的前面那一节, 我们就有时候顾虑掉, 这一节, 我觉得对我是非常实际的。 然后再接到, 接连到十九节, 我觉得是, 又有一个火花。 十八节是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 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了。 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 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了。 这是什么意思? 捆绑就是被定罪, 释放就是被拯救, 就被赦免了。 我等等也可以讲, 我把这件事带到我们家里的故事。 我们家, 我现在回头看, 是用某种程度, 有些人是被诸咒的。 所以我等等会跟大家解释。 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德胜。 德胜, 这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朋友们的心理学家, Carl Jung, 他最有名的书叫做Architect, 就是他研究人的清醒意识, 还有下意识。 他发现人的下意识, 比那个意识丰富很多。 他研究的材料是, 他研究的材料是根据圣经, 还有很多历史, 还有很多古老的一些小的那些, 口流传下来的故事。 他就发现我们的下意识, 是很有趣的。 因为我常常, 他一开始他那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人生下来小宝宝的时候, 你那已经是一片破坏了吗? 还是里面已经有一些架构, 都已经在这里了? 他研究的结果是, 有一个, 我们任何人不管你是在全世界哪里, 我们都有一个架构在那里, 然后是有共同的。 他是叫做是Collected Unconsciousness, 而且是一次的都有在了。 那是什么样的人最能够懂, 然后要再用他这个知识, 可以来赚大钱的呢? 是什么? 就是好莱坞, 你知道吧? 他们拍片, 因为他们的, 他们的, 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价格的预算都是很大, 最, 最,最,最,最少的起票, 就是两千万美金起票, 然后他一定要赚, 他一定要赚回来。 所以呢, 他的拍片, 都是根据, 根据, 考而用的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 然后另外有位作家, 叫做Joseph Campbell, 我今天要跟你讲Joseph Campbell的故事, 他就进了十二个, 一个过程, 就是告诉你, 我们人啊, 我们要去看电影, 或者是读小说啊, 你就是要站在那个, 你就坐在电影院里面, 乌七八八的, 你要去经历人家的经历, 所以他一开始他会, 他就很容易把你抓住你的心, 我们都被conditioned, 都被训练, 就是我们一进电影院, 我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我们的情感, 就会跟他一起流落, 假如这个故事的主角啊, 他的形式啊, 他的人为啊, 是什么, 你发现你跟他有共同之处, 假如就算他很, 一开始是很惨, 你会心里会暗自为他打气, 你就会要看下去, 你就希望他得胜, 希望他能平反, 或是你希望他, 能够达到他的愿望, 这是, 然后假如这个整个电影看完了, 这个人没有达到你心里的欲识的愿望, 我告诉你的观众都要退票, 这个电影太难看了, 不能看的, 就好了, 他发片啊, 他发片之前啊, 他都会, 他都会, 他会做民调, 他会做focus group, 然后大家觉得他情感满足了这个点, 他才会发片, 因为他, 他们是要获利的, 所以他非常懂这个, 然后他很奇妙的好莱坞, 他真的是人蛇杂居的地方, 他很懂人性, 他非常懂人性, 可是, 现在的好莱坞跟以前又不一样, 你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拍很多, 很多圣经故事, 时间, 什么大卫王的啊, 跟巨人作战的, 很多这种故事我们都看过, 可是现在拍的都是什么, 都是魔的世界,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 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 这也在反映在这个世上, 他们现在知道, 现在有很多, 世界上有很多, 邪的势力在起来中, 然后大家不以为上, 都被洗脑之后, 接受觉得, 你看, 用过节过年, 去看一些年轻人, 再把一个魔鬼的脚挂在头上, 他觉得是很时尚,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看到我心里很害怕,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不好的一个东西, 可是就是告诉你, 这种事情是, 他们这些年轻人也是被影响, 他觉得这个魔鬼东西, 他接受他觉得很好, 那我觉得不好玩, 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来讲这个, 他有十二个, Joseph Campbell, 他有十二个, 我先讲一下, 我再套用我妈妈的经历,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Ordinary World, 直接翻译就是平常的日子, 什么叫平常的日子, 就是你还没有被接受挑战的日子, 这个挑战, 他多半的电影里面, 他都是比较夸张, 他不会说很简单的挑战, 他都是, 可能都是很不容易的挑战, 那第二个呢, 就是call to adventure, 就是你要被突兆, 要去接受挑战, 没有人愿意挑战来的, 我都很喜欢, 能够过我们自己平安的日子, 谁要挑战呢, 可是, 你人会碰到挑战, 都是被动的, 然后呢, 下面一个第三个, 就是reluctant hero, 这个hero是当时英雄, 可是在那个电影, 或者是小说里面, 他的hero就是男主角, 男主角或女主角就是hero, 就是你的故事, 就是由他的眼睛看出来了, reluctant hero, 所有的要接受挑战的人, 要去面对挑战, 到最后成为hero, 得胜的人, 都是不愿意的, 可是都是被逼的, 没有办法, 情节多半是, 比如说, 我今天下午出家门了, 我出了家门, 看到我家前面有个车祸, 我的邻居被车子撞了, 那我就去帮他一下吧, 然后就以为这件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了, 后来他发现, 把他压死, 原来是针对我来的, 他压错人了, 那就是变成reluctant hero, 我就要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怎么办啊, 你就被逼了, 突然发现, 你就跟警察讲, 警察也不理你啊, 因为没有证据啊, 你是谁啊, 不理你, 这就是reluctant hero, 你就必须想办法, 这个人是谁, 我要去把他制止, 或者我要去跟什么求救, 我知道之前有什么恩怨, 这故事多半就是这样的开始, 都是被逼的, 没有办法的, 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所有的都是reluctant的, 下面呢, 就是很奇怪, 这就是主的安排, 你一定会在很困难的时候啊, 就会有一个wise old man or woman 出现, 就是一个智者会出现, 在电影里面的小说里面, 这个智者尤其是现的那个智者, 都不是一般的智者, 以前就好像要说是一个, 学问很好的人啊, 或者是很关心你的一个人啊, 或者是他人生里有经验啊, 他当这个智者的角色就可以, 现在不是了, 现在大大为何被养的很大, 现在智者是什么, 昨晚都是有特异功能, 可以看到未来, 我告诉我们主救, 他可以看到未来, 他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解决的, 然后呢, 他会在你那边, 让你很快的就幸福他, 然后你就觉得, 哦, 这个挑战, 我, 我好像我不是负担的, 我有人陪我, 我就好像把你踢出一脚, 你就冲出去了, 就有这种角色就会出现, 然后下一个部分就是, into the special world, 进入了挑战, 不管你挑战是哪, 那就挑战开始了, 各种各样都不一样, 然后挑战一开始呢, 那个那个电影, 然后小说, 就会介绍一些什么, 你的挑战考验的内容是什么, test, allies and enemies, 你的盟友是谁, 你的敌人是谁, 你这里面的, 很可能你是挑战自己, 很多多半是挑战自己, 你跟自己过不去, 很多是这样子的, 这都是有意义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 心灵深处的恐惧, the innermost cave, 就是你这个深的恐惧, 很深的, 你都不知道, 就是你都不知道你的恐惧, 我回头看, 我初中的时候, 我最怕的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最大的恐惧就是, 我们那个历史老师, 曾宁英老师, 他好严啊, 好凶啊, 我最怕他了, 我念书是有读书章来, 我不会背书的, 所以我最怕就是, 他每次讲完课, 他就留个两分钟, 就说哪位同学要出来, 我刚刚讲了, 讲一遍, 那每个同学, 我们全班, 每一个人都举手, 包括我们现在, 每一个人都举手, 结果我一个人, 我是那个头压得很低, 我就希望老师不要看到, 我只能还躲在人家后面, 可是我越躲, 我个子又大, 老师一眼里看着, 脸往出来讲, 他每次就会讲到我, 那当时我就讲, 不如死了, 太痛苦了, 所以我从来就很痛了, 我觉得压力大了, 不得了, 可是我的同学, 他都没有问题, 对我来讲, 所以这是因人而定, 每个人的恐惧是不一样的, 那后来我, 譬如说, 我有一次, 我碰到一个恐惧, 我都不知道, 我在香港上班的时候, 有一次, 那时候我腰痛得不得了, 还痛痛, 那骨骼医生说, 要给我照个MRI, 我说好, 照个MRI, 他安排好, 我就问我说, 要进去之前, 你有没有, 那个, 那个, 密闭恐惧症? 我说, 我五十多岁, 我从来不知道, 我有没有女朋友, 我说应该没有吧, 我胆子, 平常还蛮大的, 他说好, 你进去, 可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里有一个按钮, 你受不了, 你按一下, 我放不出来, 然后我一进去, 我简直, 马上就完全没办法呼吸, 他帮我出去, 你知道, 那个上面盖, 他那个顶, 就这样一样, 然后我全身, 我全身都进去, 我这个脚在外面, 我完全马上不能呼吸, 我还想撑了一分钟, 我说太丢了, 刚刚进去, 我三十秒, 我就按了, 到后来我再安排我做MRS, 给我打了麻醉, 让我全身麻醉做了, 我之前我不知道我有这个恐惧, 所以我们人还没有碰到挑战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怕什么的, 你完全不知道, 知道吧, 所以, 所以要有后悔嘛, 是有恐惧, 而且人家的恐惧, 也不要笑人家, 他的恐惧, 不见得是你的恐惧, 你的恐惧, 不见得是你的恐惧,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故事下面, 就会进入到, The Supreme Ordeal, 就是真的是, 超级超级极度的苦难, 都是你没有碰过的, 你就是进入的挑战, 你就是会有这种苦难, 然后第九呢, 就是叫做, Swing in the sword, 就是你有一个上方宝剑, 拿在手上, 因为你有wise old man, 还有这个woman, 给你的一个什么, 一个通关律, 或者给你一个什么智慧, 然后你必须求生, 你这个所有的一些本, 你全部都发挥出来, 然后到最后, 你就会拿一张宝剑, 然后你就, 就会到要斩乱马, 那时候, 你就开始真的战斗了, 你就得胜了那个时候, 那一刻, 然后下面就是, the road back, 就回归到你要, 你原来的生活的路上, 看似是如此, 看似, 可是这个回归路, 是不简单的回归路, 是你还要碰到一个更大的挑战, 所以你要知道, 人的挑战不是只是一个, 你碰到一个挑战会再临过来, 一定是这样, 它有一个定律, 它这个resurrection, 就是死而复死, 它这个死, 并不是指你肉体的死, 它是指你精神上的死, 你人要死过, 你经过了这些历练, 你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你才死而复生, 你才真的得到, 所以你要付出代价的, 你要把你以前的自己, 全部都剁掉, 全部剁开, 然后你变成一个新的人, 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你要自己完全更新, 你才能真正得胜, 所有得胜都是这样, 最后一步就是, Return with elixia, elixia不是那个夸张品, 名坦查理的保养品, 这个elixia的意思, 是那个宝物, 这个宝物呢, 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同, 多半都是在故事一开头, 它就有暗示告诉你, 你心中那个宝物是什么, 有的人是, 我很想得到一个什么知识, 我想得到一个什么学位, 或者我想, 在某一方面成功, 都是有一个东西, 它一开始就设定得很清楚, 可是呢, 这个宝物呢, 你得到了以后, 那我们进度来讲, 就是主的真理, 就是宝物, 因为它是在任何的, 时空, 环境, 都适用, 而且只有它,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它可以用的, 那我现在就拿我妈妈的故事, 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先讲我妈妈的 ordinary world, 邱妈妈就清楚了, 我们从来一起的, 我妈妈是那种, 很单纯很单纯的一个人, 她完全没有任何心思, 她在大陆上呢, 只做过小学老师, 然后跟我爸爸结婚了以后, 她非常爱我爸爸, 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从来没有出过家门, 我爸爸带她去哪里, 就去哪里, 另外呢, 就是邱妈妈, 邱师母来带我妈去忙, 我妈就会, 我妈就是跟邱师母旁边的, 那是什么, 要做什么衣服啊, 该吃什么药, 什么补品, 我们家小孩需要什么事情, 我妈她都不知道, 都是邱师母告诉我们的, 所以, 我等于是邱师母带大的, 间接的带大的, 很有趣, 我妈先走到这里, 那, 后来有一天, 我爸爸, 就是我在十九岁二十岁的时候, 我父亲是新闻界的, 原来是大广报的董事长, 我爸是靠写文章的, 我们家, 我们家从来就是八口九苦十口, 就靠我爸爸一个人写文章, 那是多辛苦的, 非常辛苦的, 可是呢, 我爸是非常有才华的人, 他那时候写联合报的黑白集, 他又当中广的节目部副总经理, 又是大广报董事长, 他还写社论, 他就还要滔滔出去演讲, 他又演讲, 我爸所有赚来的钱, 放在新闻, 全部交给我妈, 他自己要玩啊, 要什么啊, 朋友都很爱他, 人都不要他出检, 知道他, 他的负贷比较重, 他朋友都从来不要他出检, 他自己玩得很开心, 还有他的朋友, 常来家里玩啊, 什么的, 那我母亲呢, 就是侍奉, 就烧菜给他们吃, 我妈就是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妈是从来没有碰过任何大的风浪, 也没有到社会上去, 真的真的打拼过, 所以我变成一个人, 非常赛本跟着人, 可是有一天啊, 一个早上, 我就看了我从楼上往下看, 就说我们已经搬到这里来了, 这个都还是空的, 这些都是, 刚刚这个社区刚开始建的时候, 那时候, 我妈妈就跑来说, 小妹小妹, 不得了啊, 爸爸, 她那时候抱着, 以后有车子来接她, 她不是进自己的车子, 她进了别人的车子, 你要把她拉进了另外一个车子, 我爸就不见了, 我爸一走, 我们还搞不清状况子, 马上纽约时报, 那个时候, 那时候美国跟台湾, 还是有外交关系的, 纽约时报的驻台的记者, 把记者叫什么Shapiro, 明明忘忘记的, 他未讲中文, 一进来就说, 李先生到哪里去了, 马上就进来, 你看前脖, 我爸前脚被拖走了, 马上, 外国记者就来了, 我说我不知道, 然后那个人说, 你有事的话, 你找我, Shapiro一走, 姐妹走过就来了, 李先生去哪里, 一句话都不讲, 你讲的话, 你们全家都会被拖起来, 走着瞧就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就下次, 我们从来经过这种光景, 后来两年, 我们都不知道, 我爸在哪里, 那个时候是, 白色恐怖时代, 可是我们不知道, 特别时候, 白色恐怖时代, 这个名字还没有出现过, 所以, 那时候的光景, 那我妈妈要去救我爸, 怎么办, 没有人敢救我, 我爸爸的朋友每天都下婚了, 我们也不期望人家能够救我, 因为这是很恐怖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 我们在学校里, 也碰到很多, 我也不敢讲, 后来居然上报了, 你知道吗, 两年, 我爸不见了, 上报了, 就说, 李某某人, 跟白倩儒, 她的太太, 白倩儒, 我告诉你, 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 我必须讲, 白倩儒是我父亲的手下, 我的同学念慈, 再给大家看见这件事, 白倩儒, 到后来, 是念慈在照顾, 她的那个, 她的胆子就, 讲错, 讲错, 对不起, 崔小平也不讲错, 崔小平, 她讲崔小平, 那时候报纸上, 还登说, 崔小平, 是李某某的太太, 她们怎么会不知道, 这些报纸, 都是我爸爸的朋友, 什么联合报啊, 中国啊, 天天之上在我家, 她们怎么会知道, 我妈妈不叫做崔小平, 她们报纸上被逼的, 被逼, 她们就登, 崔小平是某某人的太太, 她是贡美, 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呢, 我在学校, 我在试心的时候, 我在上课, 这个新闻破关了以后, 有一个老师, 就在课堂里面讲说, 哎呀, 好可怕, 匪爹, 怎么就开始在批评了, 不忠不义哦, 我有一个同学, 非常有感, 就站起来, 制止老师, 那个时候, 你要制止老师, 你准备被退学好了, 我的同学, 我不知道他胆子怎么那么大, 他今天也在现场, 小平一站起来, 他就站起来跟老师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讲, 你会伤人, 你不知道, 有没有他的家属在, 你这样会伤人家, 你不知道人家很痛苦吗, 就跟老师, 脸红就走了, 我们小平真了解, 他一会被退学, 也会被阻拔, 我知道, 他这个点击的技术, 他就是好勇敢, 你看看他个子那么小, 他真的好棒, 很奇妙, 真诚的主, 他跟我们安排来很多事情, 那我妈妈那时要去救我爸, 我妈从来没有去, 跟他开过一个会, 要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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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律师, 什么律师敢来, 来,来,来, 来替你便捷, 没有人敢啊, 然后他吓就吓死了, 可是我妈就找了, 因为要上军事法, 军事法, 军事法, 他有定的程序, 我们必须靠, 要有个律师知道, 知道去哪里去询问, 我根本不懂, 就请来了一个律师, 那个律师真的, 他帮我爸爸写了一个答辟, 是我妈一看就昏倒了, 我妈, 这个简直你不足以救他, 你帮我爸爸定罪快乐很, 我妈就, 就说算了, 我自己来, 我妈妈只有小学毕业, 她自己来, 她到法庭上帮我爸的病毒, 我妈妈就把我爸爸所有的家书, 全部都收集起来, 我妈妈后来我们才发现, 我妈妈的文笔是比我爸爸还棒, 我们今天都不知道耶, 我完全不知道, 我妈妈的文笔是棒, 我妈这么有修养的,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自己小的妈妈是会烧菜的, 不知道她会写文章, 我妈妈写得很棒, 她在法庭上, 就跟审判的军事法庭上哭喊, 就真的就是感动了, 审判我爸爸的人, 我妈妈那时候在家里呢, 她在准备的时候, 每一天, 没有人, 那时候她还没有进教会, 也不知道教会, 因为太痛苦, 没有人可以救, 我妈妈每天就跪趴在地上, 就在喊, 就说, 主啊, 你知道我的先生是无辜的, 你要救他, 你要让他活得出来, 他假如不活得出来, 我们家孩子全毁了, 因为, 我们家里四个男孩, 两个女孩, 而且都是青春期, 还有我的大哥, 我的大哥是, 我大哥的朋友, 那什么独连帮, 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事情, 我大哥是很冲动的, 我妈妈就是, 吓都吓死了, 每天就求主, 我每天经过我妈房间, 就看我妈妈趴在地上,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 这是很痛苦的一个例子, 我那时候回家, 我学校放了课, 我都回不了家, 我就站在马路上看我家, 晚上天都黑了, 路灯都开了, 每家人灯都开了, 就我们家灯是暗的, 我们都不敢回家, 因为大家都在哭, 不晓得怎么办, 钱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 可是, 那时候就有人来帮助, 就有人, 我相信这主感动了, 我妈妈的一群朋友, 就说, 李家要有一个小孩子有工作, 就他们才活得下去, 所以就把我的姐姐李珊, 安排到纺织中心, 到工程师, 她正好, 刚刚学校就有念来说, 她要念纺织, 就把安插了一个位置, 那我姐姐才有工作,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报馆, 每个月给我, 给我们加一点补助, 还有, 另外有一个朋友, 我妈妈的干儿子, 干儿子的父母亲, 姓郑的, 我们会所有一位弟兄, 叫做郑安海, 他的, 他的堂哥, 就是我妈妈的干儿子, 因为他们是同一天生日, 我们从小就非常熟悉, 就是师父也认识的, 他们是寿星阶级, 他们不是很富有的人, 他把他唯一的继续, 就塞给我妈妈,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还在念书, 给我姐姐给做事, 我们, 我们学费才交得出来, 所以我在世心的时候, 我可以说是我姐姐养我的, 那, 那个, 那个每个月呢, 就靠我姐姐的这一点, 维获的薪水, 还有那个, 那个报馆的一些补助, 我们就这样活下来, 然后每天我们吃的都是, 就是一点青菜, 我们就一定要, 我们就活下来的情况, 可是你知道, 那个时候啊, 我们没有坎天忽地, 我们那时候知道不平, 可是我们只想说, 我那时候心里唯一想就是, 妈妈当时想要救爸爸, 我们的想事上, 我赶快毕业, 我要做事, 我就要赶快做事, 用什么工作, 我都好的, 只要是没有养活我的, 都好, 不是违法, 是合法的, 都是好工作, 现在明星人不是, 有很多条件啊, 都不见得上好工作, 我们那时候是, 只要能够活下来, 都是好工作, 就是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 然后, 我, 我母亲, 到了后来, 我, 我爸爸, 我妈妈, 我妈妈感动了这些, 在场的审判我爸爸的人, 我爸爸被起诉是, 金方审判的二条一, 二条一是, 只有两个判的审判, 一个是死刑, 一个是无期复刑, 而且是不得假释, 在任何情况下, 不得假释, 他们被我妈妈感动, 我妈妈, 我妈妈就被判的是, 起诉是一个条例, 判是由另外一条例来判, 这就是主在里面做工, 所以我爸爸, 虽然是太阳的无期同心, 可是是可以假释的, 所以到后来, 后来老奖总有过世的时候, 所有的大事嘛, 我爸爸才从无期同心, 判到十五年, 那我爸爸在家了之前, 在判刑之前的两年, 一共十节, 所以我爸爸一共做了十七年的牢, 那这个最精彩的是, 你在这个, 很多年以后啊, 我爸爸在牢里面是非常痛苦, 他真的是不想活了, 他真的, 因为他在里面, 我们父亲是被受刑罚的人嘛, 我爸爸是一个文人的, 很优雅, 很charming, 是一个美男子, 然后平常是, 所有朋友捧着这个, 大家都很爱他了, 他很好玩的一个人, 他在里面受了非常大的苦, 又很大的冤枉, 他就不想活了, 有一天呢, 他在绿岛的时候, 他们就宣布, 我们有一个, 发现有一个得了肺结核, 有一个受刑人的肺结核, 需要隔离, 可是他房间不够, 所以一定还是有人, 要跟他通房, 谁愿意跟这个, 这个是必死的肺结核的人, 通房, 我爸爸就是我, 他不想活了, 我爸爸就去跟他通过房, 可是, 记得吗, 我母亲跟祖求的是, 让他回活的出来, 我爸爸后来是怎么活的出来的, 很奇妙的是, 这个肺结核的人啊, 跑了, 他没有传任给我爸爸, 因为他那时候, 家人在美国, 也是念医学院, 不要再记得一个什么, 这个很棒, 要给他, 他居然没事, 然后就不去传任, 我爸就没有得到肺结核, 我爸就, 我爸真的就出来了, 这很不可思, 这是主的一点, 我跟你讲, 真是不可思, 这是我妈妈, 在没有进教会的情况之下, 所以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你信了主, 主才会救你, 错, 你只要跟大家呼唤他, 他就救你, 就是这么一回事, 当你没有碰到挑战的时候, 没有关系, 我们就过我们的日子, 可是当你碰到挑战, 我身上跟我有一些朋友讲说, 你碰到苦难, 你就寒足就是了, 真的就是这样, 因为我是亲身的经理, 我看我妈妈这个意思,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爱你, 那我看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们就来唱最后一首诗, 好不好, 因为现在有二十分了, 我们最后要唱的十歌, 是荣耀的盼望, 我先讲, 假如不是教语的话, 可能不再知道, 伯大尼, 伯大尼就是Batni, 就是主耶稣, 神经的就是二十六章, 主耶稣他告诉人家说, 我再过三天, 我就要跟你定十四驾, 然后我会为你们死, 我会流血, 可是你们都会得救, 我以后, 我生天以后, 我会再来拯救大家, 这是我的弟兄, 我们教会弟兄, 那个林彬他写的词, 他里面就说, 我作名和家禽, 挂在这里, 就是他是引用十篇一百三十七篇, 里面有说, 我曾在巴比云的河边下, 他盼望主来, 因为我之前讲了, 我们是在介于主, 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 我们是在女时代, 那我想请, 张姐妹在哪里? 张姐妹, 我跟张姐妹, 我们俩一起唱, 我们一起唱, 我们一起唱, 我们大家一起唱, 这个歌的调子, 大家都知道, 就是Danny Boy, 所以你们会唱的, 啊, 此过的你, 已与我们被守候, 我心有可真空无可不满, 我做河堤, 叫青花再留枝头, 已无在世, 我真有心无憾, 到我身边, 无独白几笔时候, 此时我无忍受, 我也无相守, 无尽开心, 我想着你是多远, 我想着你一去, 依旧已微圈, 此过的你, 已与我们分守候, 我心有可真空无可不满, 我做河堤, 叫青花再留枝头, 已不在此, 我真有心不坦, 到我身边, 也无如白几笔时候, 此时我无忍受, 我也无相守, 无尽开心, 我想着你是多远, 我想着你一去, 依旧已微圈, 再一圈, 再一圈, 此过大地, 你与我们分守候, 我心有可真空无可不满, 我做河堤, 将青花再留枝头, 已不在此, 我真有心不坦, 当我身边, 无如爱情的时候, 只是我无忍受, 我也无相守, 无尽开心, 我想着你是多远, 我想着你一去, 去以久的微圈,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到此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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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呼吵给我加入,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這下集 八九 八九 其實我們還是有一點時間的 今天好像比較少提到她個人 其實我們知道李吳姐 她在台灣工作兩年之後就到了美國 然後在海外三十年的工作 要不要也稍微講一點這三十年的工作 因為我們裡面特別的裝潢 那原來妳就想聽妳在工作上這方面的記憶 我在工作上我覺得是 人家說我是奇葩 可是我告訴我我完全是主的恩典 我是從小很糟的 我同學都在這裡他們都知道 我曾經留級過兩次 我到第二次留級的時候 我跟我媽媽講說 媽我留級了 我媽媽也沒媽媽 我媽就說坐好不要脫背 完全放棄你知道嗎 而且我們家全家我兄弟姐妹 每個人都幫我做過功課 然後都替我補習 我所有的學校都沒有畢業 我只有試心是畢業 因為我爸爸出事了 我以前都沒有畢業 真的很可思議 後來我到了美國也不可思議 我跟你講 你要我考試 我是有考試恐懼症的 我到美國申請 申請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UK Austin是十大名校 她居然入取我 然後我是居然不需要 我是外國學生 我不需要考託佛 你有沒有聽過這種事情 那個我去運動 把我抓去 就是說 你呢 我給你簽一個WAITER 你不需要考了 你假如我考試考不好的話 是你腦袋有問題 你不是英文的問題 所以有些事情不可思議 後來我去做一個工作 我記得在UK Austin 我當School of Communication的Degree Counselor 我去申請工作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我是沒有資格的 那個Degree Counselor的工作是什麼呢 你要核准這個學生 服不服資格可以畢業 我連大學的問題都沒有 我還是一個外國人 台灣武專畢業的 我怎麼有資格去申請這個 可是我當時不知道 我就覺得他的待遇還不錯 我就去試試看 就去了 就去了 然後他居然也給我 後來我才發現 跟我同等級的都是美國人 都是有碩士博士的 我怎麼會拿到這種工作 請問 都是主的N次 我根本是不夠格的 我那個在12月23號 我們會所的那個做的見證 講說我這一輩子的工作 都是我沒學過 我沒 然後根本不會 也不敢爭取 然後根本沒有資格 就是這種 後來我在電視界做事 我完全是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我原來有跟你們分享 我因為 你們不懂美國的娛樂界 電視界了 他有一個很好玩的現象 就是 Woodie Allen說的 你要在這個電視界裡 預約你要成名 你可以混下去 只有一個 一個 只有一個要件 就是 You have to show up 你要出現 你的人到就好 我就是 我就是跟人家 我跟人家冒險就來了 跟人家就跟你拿 就分配工作給我 我就有工作 我根本不會 我根本不會 我真的就是這樣子 我就好奇妙 好奇妙 然後呢 我那個時候 那個Sesame Studio 那個芝麻街 他要到全世界 他全世界找了一年 一年半 找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因為他們要去做 中文版的芝麻街 然後呢 他們在全世界各國 都有不同語言的芝麻街 他要找一個 他們寫了 條件是什麼 他們全球找了一年半 只有我付 只有我 付合那個資格 他需要 他要在美國有十年 二十年的製作的經驗 我有 可是我那些都是虛的 他們不知道 你們看起來很棒 我跟大家 是虛的 都是他們混在旁邊的 然後要做過 drama 要寫過劇本 這個劇本 這是我唯一一輩子 努力過的事情 要寫劇本 要寫英文劇的 然後呢 要這個 要拍有紀錄片 我在National Geography 跟班裡跟得很多 我會拿這些花開 其實根本是不會做的事情 然後他還要一個 會有動畫的經驗 他哪裡有動畫經驗 我想起我有 我也是一個很荒謬的情況 我的 Ex-husband 他的以前老闆的太太 叫做Ross Zeiss Ross Zeiss 他是在什麼動畫界 還有網路界 還在電影院 是很有名字 他曾經是 Michael Jackson的producer 這女人是很厲害的 猶太人 他講話是很奇怪的 他講話不是一般人 講英文 他有一次到香港來 我認識他 是朋友 他香港要用香港的 後製的器材 做一個動畫 然後呢 操作那些機器的那些人 都是講英文 都是英國人 澳洲人 都是白人 都是本國語言的人 他們完全沒有辦法溝通 他們完全沒有辦法溝通 那Ross就說 Campy我沒有辦法 你來幫我做翻譯 然後我給你製片的那個態度 我就幫他翻譯 英文翻譯英文 因為他是我的朋友 他講那個很high concept 的話 我全聽懂 你要寫我都聽不懂 所以我就幫他翻譯 所以我這個領域上面 我好像好厲害 你知道嗎 我到了後來去那個 台湾上班的時候 我們那個人事部 他要把我介紹給媒體 把我那個 寫得棒的解釋 又吹得更善一善 我說你簽我不要這樣寫 讓人還以為我很厲害 其實我好恥 我每天上班都很緊張 我覺得我突然發現 我是個impostor 我只能把我排過 我怕得要死 所以我每天上班 我還是幾年 我每天都在禱告 我告訴我我怎麼辦 我怎麼活得下去 我這個怎麼辦 我隨時會出洋相的 很凋臉 然後我老闆還以為 我做得很好 我跟你講 沒有 這就是 這就是什麼 我們信主的人就知道 人的盡頭 盡頭版的時候 就是神的起頭 真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沒有 這就是感謝戰隊主 感謝戰隊主 謝謝老師